热情的服务态度 殿堂级的华丽 超过百款的美食 Super Buffet是你家庭欢聚 生日派对 吃几聚餐的首选 星期五六日晚餐特别推出 新鲜龙虾和生蚝 星期二特价午餐 7块9毛9 晚餐13块9毛9 生日大餐 四位同行 一位免费 星期五小童八岁以下 任吃晚餐免费 周末更推出超级海鲜自助餐 Super Buffet地址 1221 Markham Road Elsme 以北 定做热线C62897788 移民部长表示 由于经济前景不稳定 明年的移民数量 维持在25万人水平 北约军队阿富汗遇袭 12名美军士兵 同一名家军士兵不幸上身 澳航勞资9分越演越烈 公司停飞所有航班 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收看10月29号 星期六的晚间新闻 首先先一起看一下 关注一下本地的消息 多伦多警察总长布内尔 日前站出来 五位多市市长福特撑腰 布内尔表示 星期一市长福特致电911的电话录音当中 并无辱骂接线生的内容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节目 This hour has 22 minutes的摄制队 24日上午在市长福特的家里外出现 打算突击采访 谁知福特在情急之下 立刻拨打911报警 CBC星期四引述一则 并没有著名消息来源的报道 指福特在电话中 用英文字母B字开头的单词 称呼该名911的接线生 又以自己市长的身份质问对方 言谈中带有不雅自据 不过多人多警察总长布内尔 昨晚证实 没有接到有关警务人员的投诉 该对话内容是来自多个错误的匿名消息 布内尔还指出 他已经听过市长福特的报警对话录音三次 福特并没有使用以英文字母B字开头的单词 欲骂接线生 也没有像CBC报道所说那样形容过自己 福特承认 自己和911接线生的通话中 曾经使用过不雅用语 并已经为此公开道歉 福特表示 警方将决定是否公开电话录音内容 但警方也表示 如果市长不批准就不会公开录音 警察总长表示 今次评论911的电话记录 并非自己的职责 但当看到有人用这件事来误导 或者是引起误会的时候 他才决定为此作出解释 布内尔还在声明中强调 任何人觉得自己或者是家人的安全 受到威胁的时候 都应该及时拨打911 ROW TV 雷尖的报道 为了铺设新的双交叉轨道 今明两日 阵阶的地铁线 由布内尔到Edlington地铁站之间的路段 将会关闭 期间 多伦多公车局将会派穿梭巴士 在受影响的地铁站沿途接送乘客 多伦多公车局的官员指出 在医院地铁线 圣克尔尔南的两条交叉轨道 铺设完成之后 列车将会可以在紧急情况之下 改变行车的方向 并提高医院地铁线的效率 为了尽可能减少工程所带来的不便 多伦多公车局将会派职员 在多个地点 却助乘客前往穿梭巴士的上落点 并确保有足够的穿梭巴士服务 地铁服务将会在星期日 早上6点恢复正常 WOW TV 雷战一报道 再看看本国其他的消息 联邦移民部长康尼日前在多伦多 表示 由于经济前景不稳定 所以联邦政府将不会大幅增加 明年的移民数额 将会继续将移民数量 维持在25万人的水平 康尼昨天在多伦多出席公民学会的 午餐会时表示 在下个星期公布的2012年移民政策时 由于考虑到经济前景不稳定 将不会大幅增加移民的配额 仍然会维持在大约25万人的水平 全体另一集消息 最新的数据显示 2010年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使用的实验动物数量 达到21万2千只 数量最多引起了反对动物实验组织的佛门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是第一个公开这类数据的学校 校方表示公布数据是为了令信息更加透明化 不过反对UBC动物实验的组织就表示 数据令人震惊 因为UBC2010年使用的实验动物总数 和往年相比多了一倍 UBC就表示大学的动物研究是采用人道手段 而这类研究只是占全国类似研究的6% 实验动物中9成7都是老鼠、鱼、青蛙等等体积比较小的动物 不过UBC仍然使用了超过4000只中型到大型的动物作为研究 UBC还承认一共有31只动物接受了会感到有高度压力 痛苦甚至死亡的实验 但校方强调如果动物接受可能会引起疼痛的实验 校方会为动物进行麻醉或者服用止痛药 WOW TV 雷志铃不道 接下来看看本国主义城市的天气状况 WOW TV 雷志铃不道 转提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北约住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今天发表声明 称13名北约士兵今天在阿富汗首都赫布尔 发生的自杀式袭击中身亡 其中包括一名加国士兵 声明没有透露遇害士兵的国籍 除后美国五个大楼发言人格雷哥里证实13名死者都是美国人 但据加拿大军方高级官员透露 死者中包括一名加拿大士兵 这次亦都在加拿大自今年年初 揭述住阿富汗的作战任务 转向培训当地士兵之后 首位在当地殉职的士兵 据报道 当地时间29日中午 克布尔西部的达鲁尔·亚曼路 发生自杀式袭击事件 目击者说 一名袭击者驾驶装着爆炸物的汽车 在北约住阿富汗部队的车队旁边引爆 塔利班已经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这次袭击事件 是8月份以来在阿富汗造成美军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今年的8月5日 美军一架奇佬黑直升机 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武装击落 机上包括30名美军士兵在内的38人死亡 土耳其东南部斑格尔省 今天发生自杀式爆炸集击 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 20人受伤 据悉 这种自杀式爆炸集击 发生在位于斑格尔省青年街的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办公大楼附近 目前土耳其警方已经对爆炸的事件展开调查 伤者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救治 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 转体另一只消息 今年以来 澳洲最大的航空公司 澳洲航空公司 因劳之九分 已经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罢工 最近的一次罢工 更加令到该航空公司 梦售高达7000多万澳元的损失 今天 澳航使出最后的杀手检 宣布由即日起 停飞该公司国内以及国际的所有航班 由于近日接连出现职员罢工 澳洲航空公司今天宣布 由澳洲东部时间29日 晚黑8点开始 停飞所有国内以及国际航班 澳航的行政总裁乔伊斯 当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对外公布公司的决定 他同时表示 在劳资双方未达成新的协议之前 澳航将不会提供任何新的航班服务 由今年年初开始 澳航职员就因为不满薪酬待遇 而多次展开罢工 但是罢工的规模都不算大 劳资双方最终通过谈判达成和解 最近一次罢工 不单只涉及到澳航几乎所有的职位 包括工程师 机械师 行李和地勤人员等等 代表工程师等等的工会还宣称 今次的罢工 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圣诞节 而响应公司其他职员 在薪酬和工作职位方面的诉求 对此 澳航方面表示 截至到目前 罢工已经令公司的成本增加7000多万欧元 据悉 今次澳航全面停票 将会涉及到全球22个机场 多达108架澳航客机 在旅客方面 澳航表示 因为航班被取消 旅客将会获得全数退款作为赔偿 并委托其他航空公司接手 而正在飞行途中 或者转机的乘客 澳航将会为他们提供住宿 以及餐饮服务 外界对澳航今次的举动 称之为极端行为 公司的行政总裁乔医师表示 除非工会组织 和澳航尽快达成协议 否则将会一直停飞所有航班 对于今次事件 澳洲交通部已经表示 政府即将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ROW TV 绿战日报道 无独有偶 法国航空公司的机场服务员 因不满工作条件和环境 由今日起 展开五日的罢工行动 正值繁忙的假期周末 法航已经取消了大约五分之一的航班 并警告会有更加多的航班受到影响 法国航空公司在罢工开始前表示 在巴黎的奥利 以及戴高乐两大机场 每日有1000个长短程的航班 希望能够确保八成航班的正常升降 法国航空公司在官方网站的声明中表示 已经取消了飞往纽约 东京等等其他几个目的地 十几个长途航班 声明又指出 他们不排除在最后的时刻取消航班 以及延迟航班的起飞时间 泰国抗洪救灾行动中心主任巴叉 今天宣布 由于灾情进一步恶化 该中心将会由被洪水围困的浪漫机场 转移到泰国国家石油公司的能源大楼 与此同时 总理英拉表示 掩抹曼谷部分地区的洪水 预计将会在11月初开始减退 首都的抗洪形势将会在11月初开始改善 白猜说 泰国抗洪救灾行动中心所在的 浪漫机场航站楼一楼已经被证 导致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进出困难 国家石油公司所属能源大楼 和浪漫机场同样在威巴雅迪路上 大厦受到防顺场的保护 暂时未受影响 此外当日早上潮漲时 少量的洪水涌入了微南河岸边的大皇宫 这次是几十年来曼谷最主要旅游景点 大皇宫和宫内的浴罚址首次受灾 截至当地时间29号中午 曼谷主城区尚未受灾 素瓦那普机场运作正常 泰国总理应拉华 是若曼谷外围的洪水 预计将会在11月第1个星期内开始退去 好了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的中港台环节会为你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在礼宾府举行受婚仪式 莫受婚衔的包括在菲律宾人质事件中 写身救人的领队借评证和两个团友 港大校长徐立芝重申 不逐任校长是出于个人的意愿 对于下任校长的人选 是否应该有更大的政治智慧 徐立芝就认为要交由校务委员会决定 晚上7点钟 股金钟外 每日收市后总结 为你分析焦点股票及财经新闻 专业嘉宾多角度分析 加深了多伦多市场的跌幅 多伦多今日的下跌指数的幅度 比美国市场深很多 全球股市行情 商品期货走势 外汇报价 地产资讯带你作出最明智的投资抉择 华尔TV财经节目 令你运筹为颜 决勝千里 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样一来 他们参与作案的要言就更加大了 死者头部受到多处打击 导致面局重悲 足以见凶手的财务 是什么深仇大恨 令到兇手 落此毒手 协捷我年首恋极其残忍 根据我各个刑法 232条规定 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